大家好,我是黑土日记 然后我录这个视频 就是因为在YouTube上 有人搬运我的视频 然后他是很早之前就搬运了 就是现在你们能看到的这个频道 他写的是官方频道 黑土日记 他这个是假的 我是黑土日记本人 我呢从未在这个YouTube上 发布过任何视频 然后我只在国内的抖音 还有西瓜视频发布 这个上面是假冒的频道 然后这刚开始我也不知道 是有人告诉我的 说这个国外有人搬运你的视频 然后我就看了看 发现韩真是 他是从去年的五个月之前 从去年就开始搬运了 然后就到现在我发现 就是我一更新 他就更新 我一更新 他就更新 就这个频道 我做这个视频的意思就是 想澄清一下 这个频道是假的 他不是我这个本人的频道 然后他写的还是官方频道 我一个个人作者 你还写官方频道 然后这是为了就是澄清吧 也表明我的 就是这是我的抖音后台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这都是真实的抖音后台 这是我的后台 这是我的抖音后台 然后这是我的视频 就是都可以看到这个播放量什么的 然后就是他这个 对 这个账号是我的 这个账号就是 我在YouTube上注册了一个 也叫黑头日记 这是我本人 这个是真实的黑头日记账号 然后我这个账号没有发布视频 就是上边我就打了一些字 就是说表明一下 就是 怎么说 就是这么一下 反正就是录这个视频 也是为了证明一下 就是我我才是这个黑头日记这个本人 然后他他这个频道就是1万1.1万订阅者 这个1万多粉丝这个这个是假的 这个是假的 我呢现在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先举报他 然后实在不行就上诉 因为他这个已经涉嫌 就是盗用视频特别严重了 时间很长了 他是 我也是刚知道 事前我也没发现 然后我会尽快 把他这个频道 想办法搞定他 然后还望这个各位领导不要上当 就是包括海外的呀 国内的呀 各位领导 不要上当 就这个 这是假冒的 假冒的 他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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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